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時候話說就是 我拉同同學一起做 做兄弟有錢大家找 話說我的同學 serve一個客人 我不太記得為什麼狂罵他 這個是記憶模糊 總之不斷罵我的同學 那時候員工不是很多 我問Andy 你先看著我場 我明白 我那時候學到東西 我經理很冷靜 不同的情緒 叫他先走 等我來 我很小心去serve一個客人 但是他的火還沒降低 他突然這樣的時候 他突然打起手 你小心點啊 這樣跟我說 我那時候的樣子 基本上是李宗盛的樣子 我讀得輸少 他看著我不生氣 忍到 那時候真是陳真 那樣子 那樣子都忍到 臉本加勒 再來 再來 再試你底線 他說 不想做就不要做 你不要這樣看著我面前 不喜歡做就不要做 回去做少爺 不知道這樣就說了這件事 那你做什麼道業 哦 他回去這樣跟我說 大老闆 是 他應該看錢 是 然後我說 那為公司 我不應該這樣做嗎 不應該 這個最大的老闆說 不應該 哦 我聽完你的案子 提完老母 我 我們整個集團 不會再接這個客 哦 他會選擇支持你 他會選擇支持我 嗯 為什麼我們做尊嚴都沒有了 如果連尊嚴都沒有了 的飲食藥 你還會不會進去光顧呢 嗯 因為連尊嚴都沒有了 他煮什麼東西給你吃 如果香港的間隔 都是一間沒有尊嚴的飲食藥 你香港人還吃什麼呢 吃他出席一丁嗎 出席一丁也有尊嚴啊 這件事情 雖然昨天郭納說過的 但是呢 因為你們主要是做飲食業的嘛 那你問一下 你們有沒有見識過這些黑人 主要是問一下這件事情 是 這個很明顯的黑客 這個很明顯的 黑得盡的了 黑得盡的 投訴人 黑客 是不是 還有懷疑他有動機這樣做 我們會給他一個名稱的 這些叫做職業食客 職業食客 職業食客 如果 經理提供那件事給他 就是說 不如這樣吧 你下次來 兩個人來的話 我算你一個人錢 算數吧 好不好 這個經理這樣處理手法OK的 但是 但是 職業食客 才這樣做 是可大可小的 是整個集團都出事的 可以 所以很多打工仔 以為自己 走過去 服客 職業食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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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知不知道 可以影響整個集團的聲譽 或者日後所影響的賠償 訴訟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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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把整個集團 含糟糕的 你不要以為做的 是很小事 我想再提醒一次 你做的一個 或者服務的位置也好 你們以為 這是一個 有些人會覺得 是一個低級的職位 錯 你要賣出你的職業 剛才已經是遇到職業食客 如果你問我為什麼 我告訴你 剛才的經歷是處理正確的 這個是底線 是遇到的 而職業食客 這麼辛苦 搞這麼多事情 他們一定說不接受 因為他們想拘捕多些 沒錯 然後你就要玩油花園的戰略 你說我絕對接受你 看完節目 記得like、comment 和share我們的頻道 收看最強頻道 訂閱熱血時報